你現在收看的是參賽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長 參賽時光會客室 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賓的專訪來讓大家去了解 在這個議題 它背後有更重要的更深層的結構性的 一些政治經濟的問題 在立法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法案 就是就業服務法的第52條在進行刪讀 那就是刪除了原本就業服務法 每年這些外籍移工必須每三年 要回國一次一天的總規定 過程當中在立法院的外頭 包括了這些移工團體 以及還有中間團體不同的訴求 所以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就要來跟他邀請到的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陳秀蓮來跟我們一起談這個話題 老師好 雖然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談一下 這個就業服務法第52條 到底他的移工團體非常在意這一條的這個修正案呢 因為這條法案的內容其實就是說 外勞不用現在的規定是 原本的規定是說 三年約滿之後 他必須強制離境一天 那這離境一天代表就是說 我再進來 不管哪一個就是原本的雇主或者找新雇主 我都得再付一次中結費 那今天這條法案三讀通過代表就是說 這個工人進來到台灣之後 他只要在期限內 他第一是跟原雇主進行續約 或是他在期限內找到新的雇主 他其實不用再出境一日 去被剝削第二次的中結費 所以今天法案通過在 因為我們一大早就在立法院外面 就是要 其實我們其實也是希望讓立法院看到 這個法案就攸關到60萬的外籍工人跟他的雇主 所以在消息傳來就是法案通過 其實所有的外勞幾乎是抱頭痛苦的 因為一個工人他進來一次 平均的中結費是8到15萬台幣 那越南工人大概是七千五到八千五的美金 所以大部分的移工來台灣 等一年到一年半都在還這筆中結費 那今天這條法案通過 對他們來說當然最直接的就是 我只要 我本來是說我現在是12年的7月 所以我可能要被剝四次的皮 那這個通過之後就變成 我只要被剝一次 那之後我可以好好的在台灣工作 只要我有辦法找到新的雇主 或是說跟我原雇主去續約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說是 非常實質的利益保障 我想在這個法案的這樣一個設定的內容上面 我們看起來是一個非常不可視 隔了三年他就必須要離開 可是當時為什麼這個法案會通過 那時候的立法的目的 或者是那些立法的人 到底腦袋裡面在想的是什麼東西呢 一開始的這一條鞋 所謂可以申請規劃的你不會取得這個資格 但國際法應該在2008年修改之後 他其實非常明文就寫了 以蘭嶺勞工簽證進來的 這些外籍就所謂的外國人 他在台灣的居留年限不記入規劃計算 也就是一個工人再怎麼樣 他在台灣100年好了 他也不可能因為在台灣這麼久而取得 可以申請規劃成為台灣的身份 最早他的立法的目的是這樣子 所以大概在我們應該是在2009年開始 我們不斷的跟勞動部去提說 這個法案已經改了 所以你已經沒有必要透過這種所謂契約 或說三年離境一日 而去中斷他們在台灣的居留 因為今天這個工人有沒有工作 可以被留在台灣 其實台灣雇主的需求 他得要有雇主他才可以留下來 但是他開始就會有一些 適是而非的說法 包含眾界就會說 你們這些外勞團體 外勞在台灣三年都沒有休假 你們還不讓他三年出過一日去休假 那或者是說 那些工人留在台灣 現在60萬嘛 像他們今天記者會就會說 有60萬外勞在台灣 多麼的可怕 但是這個事實而非就在於說 如果今天他們在意外勞的休假權 他們在意外勞到底在這三年裡面的勞動條件 他不是應該讓他在台灣的三年就要有休假嗎 已經以至於可以放到什麼假 那第二個是說他去談那個所謂60萬外勞在台灣 如果真正要解決中介這個問題 那我想最根本就是我們台灣不要用外勞 因為這60萬是台灣有60萬需求的問題 而這60萬是哪些人其實根本是雇主的選擇 而不是說我要來就要來 我等要有部署才要幫他來 我覺得這就是因為在整個我們去談整個修法 他最重要我覺得他真正關鍵 對於中介為什麼要這麼大力反對 我覺得其實在於就是他 就是有一句話叫黨人財路嘛 剛剛今天說到那個8到10萬的中介費 如果我們今天保守一點去估計 目前台灣有60萬的外勞工人 我們保守估計他的中介費 不要算台灣的每3年6萬塊 一個人算10萬好了 這一筆錢是600億 當我把這個三年出貨率取消掉 也就代表中介他其實失去一個 每3年有600億入帳的這個利益 所以他當然要大舉過來反對這條修法 可是他們又不敢直接說出來說 我是為了我的利益 所以他們就開始回口口來去講說 為了國家安全啊 包含說外勞非常可怕啊 然後或者說這些他們就會講一些 什麼愛滋病的人會留在台灣啊 或者說外勞會在台灣懷孕生小孩 就是有一些非常恐嚇型的 然後操作這種族群對立的東西 那我其實每次我都非常希望有個機會 可以直接問這些外勞的團體的 不管是從業人員 還是這些所謂工會的理事長 就是說他們怎麼可以一邊收他們的錢 但一邊又歧視這些人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們一直覺得非常不解的 其實我們看到這些中介提出來的理由 非常的適事而非 就是特別你剛剛談到 剛剛包括生小孩啊 這些勞動權 是不是出國回國一世的關係 如果真的很在意這件事情的話 包括他們在這裡的 這個就業的安全 或者是他們的休假的權益 我想這也是應該中介一起來推動的才是 真的能夠回到那個議題的本身身上 不過我們知道在這過程當中 他恐怕是有非常多的這種所謂的利益 的糾葛 我不曉得以你們的移工團體在推動過什麼樣的困難 我們看到林淑芬委員也都發表了不自殺的聲明 可見從一個立法委員的角度來講 他就會覺得說哇 這個壓力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大 在這過程當中遇到的困難是什麼呢 我覺得我們遇到最大的困難是我們以為 大概是說因為我從2007年開始在提娃 算是當志工 我一直覺得說我們在談 移工議題的最大困難是我們以為 我們是要跟他 某種程度所謂理性的 去對談這個法令的修改 到底對這個社會的影響是什麼 但是其實我們真正面對的是一個極大的社會歧視 也就是說我剛剛提到 這些仲介業者反對修法人跳出來 他的起手勢就是說我不歧視外勞 我也非常關心外勞的權益 但是我們要去看看 這個對我們國家社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在整個修法的過程 他不來跟我們談這條修法 到底對於雇主或者對於工人的利益在哪裡 我們其實詢問他說 因為現在依照現在的法令 其實國內仲介只要外勞在台灣 他每三年還是會有6萬塊的服務費可以收 所以只要一直有工人在台灣 他都可以收服務費 那到底這條法案對於國內仲介的影響是什麼 那他們自己也會說 對我們沒有影響 我們是為了國家安全 那我覺得好 那我們來談國家安全 那到底這個國家安全的問題在哪裡 就會開始進入到他那一些 我剛剛說到非常煽動社會歧視的 包含說外勞吃貓吃狗 外勞都有帶就是東南亞人很落後 帶著病來到台灣 所以我覺得最困難其實在於說 我們要花很大的時間去回應或是去迷平 或解釋他們提出來這些事事而非 而且根本都是錯誤的訊息 而且充滿著歧視 但是社會歧視這件事情 就是並不是說我貼一張紙說我歧視你 才叫歧視 它其實是整個社會氛圍的問題 那他又非常容易動員一些 該怎麼說的就是不管是分化 本外勞 或是說很多弱勢的僱主 他在現在他可能作為某種 生長或是他種產 他可能真的需要這些人照顧 他就非常容易被仲介散動 然後他根本不聊 像我們之前開過幾次記者會 就有身心障礙的僱主跳出來反對我們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這個僱主 後來自己跑到我們TWA的臉書上面去 他直接在上面說 他根本不知道我這個條求什麼 所以我們試圖要跟他解釋 就是說那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會出來 然後他就開始去講說 他作為一個身心障礙者 他在這個社福體系底下的不足 他非常的辛苦 但是說這兩個東西會不會對立起來 就好像他都會進入某種 一個是社會啟示 另外一個是好像他有個優先順序 我們應該先去照顧台灣人 我們應該先照顧台灣弱勢的家庭 再來談勞工權益 可是這種所謂有先後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要回去看1992年到現在 這種誰先誰後要先照顧誰 或先犧牲誰的問題 已經這麼多年了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真的慢慢把它 導向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還是說我們永遠都要 有一群比我們更弱勢的人 然後我們來剝削他們 然後好像讓我們可以過得好一點 這其實我們在前面的上個禮拜的節目當中 有訪問旅行節 我們也看到整個台灣廠障的問題 是大量的依賴外籍勞工 當然對於很多的本地的勞工 或者是從一個整體的制度來講 以後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在過去我們節目當中 也訪問過TV的朋友 談到外勞跟所有的這種觀念 也許我們之後有機會再來談 不過我想請教另外更有趣的一個問題 就說好那既然這個中介 中介的看起來問題那麼多利益也非常的龐大 那為什麼一定還要有中介呢 假如說這個沒有中介的話 有國家直接來介入這樣的一個外勞中介的 這種角色是可以的嗎 我們其實從07年開始就不斷在提這個訴求 結果我們提一個叫做廢除私人中介 國對國直接拼估 因為現在上最跟我們可能經濟發展比較類似的是韓國 韓國其實一直在做一件事叫做國對國制品 就是說其實這個國內像我們現在講台灣 到底需要多少外勞 就是說不管是工廠或是說養護機構 我需要多少外勞 我政府要開出多少配額 其實政府決定了 並不是說我今天作為一個資方 我就可以隨便有外勞可以有 我得去申請 所以意思就是在台灣有多少的所謂外勞的需求 其實政府是完全了解的 那為什麼政府不能夠有一個平台 出來簡單講就是你來做中介嘛 你來讓資方的訊息跟勞工的訊息在一個平台上 我們同時把我們的需求PO出來 然後你去做媒合 但是在07年開始勞動部要辦一個東西叫直接聘股 就是說雇主可以不用透過仲介 直接去聘股工人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仲介業者發動了仲介從業人員包圍了勞動部 就是擠到馬路上那種非常可怕的包圍 那當時他就說國家不應該語明真理 所以當後勞動部就會說今天第一 他說做職品 他說政府沒有這個就是政府沒有辦法做 而且我們不應該語明真理 所以這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 我們應該讓市場機制去決定 嗯哼 所以政府不打算做國對國 那我覺得今天要再回過頭來說 取消三年出國一直 他某種程度他只是取消了某種對於仲介 仲介對於移工的博學 但是我們當然覺得最關鍵就是應該像光老師說的 我們可不可以廢除私人仲介 由國家來做這樣的工作 那我覺得從中他會進入到一個比較正規的管理 就不管是管理工人 或者說對於雇主的管理跟輔導 他會進入一個比較正規的系統 因為現在實務上的經驗其實是 雇主有配額 所以我作為一個仲介 他照理說應該是個中間者 但是因為配額握在雇主的手上 所以當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為了要掌握好雇主這個配額 之後會繼續讓我來引進工人 所以我所有的利益跟所有的導向 都是站在雇主的立場去做處理 可是呢 所有的錢是從勞工身上來的 所以他就是在一個非常奇怪 很畸形的狀況是 勞工付錢給仲介 讓仲介來管理我 但是仲介遠遠站在雇主的利益 來思考所有的事情 那如果說今天這個仲介的角色變成國家 我覺得他會去改變這個扭曲的狀況 那那些壞雇主 或是真的所謂不好的勞工 覺得他才有辦法在過程裡面限行 才有辦法進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不然現在其實都在檯面下 然後讓仲介用很多 不管是威脅勞工 或是說欺騙雇主的方法 然後把這些東西弄過去 那可能在短時間沒有辦法期待 或者政府他回到一個 他認為的一個市場機制 他恐怕也不會直接的去取代了仲介 可是即使不取代 有沒有一個更好的一種所謂的管理 搭建平台的這種所謂的整個過程 透明的這種做法 這是待會我們會再問的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那這個就業服務法 這52條開始進行修正的 外勞得到伸張了嗎 基本的勞動條件 是不是就會得到保障了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回過我們現場 再來討論這個話題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園載報新聞 大法官暨司法院長 被提名人許宗麗 上週表明支持性交易合法化 成立性交易專區 日日稱關華固域協會 10月18號 前往北市府要求 市長柯文哲具體表態 是否願意落實性交易合法化 特製專區保障性財約中 稅底層的劉英個體部 讓他們有安全合法的工作空間 不過北市府回應 尊重民間團體的意見 但目前沒有相關規劃 今年50歲的劉英妮可 去年因上網刊登信交易訊息 找北市警察釣魚 接下來將進入審理程序 面臨判決 除了要求性工作合法 日日稱關華固域協會 也呼吟柯文哲 檢討警察不當執法 不應使用網路釣魚 讓性工作者背負罪名 抗議高壓電塔設置 杳力通宵民眾上百人 10月17號提聚台電施工處 要求通宵到一舌段的 高壓電塔地下化 他們丟雞蛋抗議 反對和高壓電塔作鄰居 台電通宵電廠擴建 計劃在苗栗通宵到一舌段 下設16隻高壓電塔 如以沿線經過人口重溢區 12.3公尺的超高電塔 讓民眾心驚膽戰 質疑環評黑箱要求電塔地下化 並對居民的質疑 台電強調 環評沒有黑箱 而在這個路段 進行高壓電塔地下化 有安全疑慮風險值太高 所以還是維持高壓電塔 架設方案 台北市沃龍街19戶居民受到破簽 10月20號他們到台北市政府大門抗議 將居住證明文件 雜香大門要求政府修法 還給他們居住權 民國48年因為大安焚跨爐拆遷 這19戶住戶被政府安置在沃龍街 而60年後因為政府的疏忽 沒有簽訂契約 反過頭告居民違法佔用 以要求住戶賠償上百萬的不當得利 住戶情緒激動 因為當時這些房子都是借錢自己蓋的 沒想到現在被說是非法侵占 目前正進行二審訴訟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表示 沃龍街的安置計劃 在國有財產法制定前就已經完成 台北市財政局也派出代表 接受民眾陳情書 並表示接下來會持續協調 在我們上一段的大圓仔的報新聞當中呢 我們看到了有一則新聞就是大法官的提名人 支持這個所謂性教育合法化 然後成立這個性教育專區 那其實也不只是這個許中立 很多的大法官也都做出類似的這種表態 1月18號的時候 這個日治村關懷互助協會曾經到台北市政府 要求這個柯文哲 具體的表態 不過雖然我們的政府已經是開放各縣市 能夠去設立這個新教育專區 跟大部分的縣市 會擔心這個所謂的反彈 所以其實這個法案的本身似乎我們看到 似乎是有的 但是其實在實質上面的意義都沒有 所以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也都還沒有對這件事情進一步的表態 我們也會持續的關心關注這樣的一個新聞的議題 我們再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邀請到的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陳秀蓮 跟我們一起談的世界服務法第52條 以及整個權益的問題 秀蓮你好 嗯大家好 我們剛剛在上段節目當中有提到說 其實在目前的實務上面 變了 這個是一個市場機制 因為我們的政府常常 不管從國民黨或是民進黨 都覺得市場其實好像是一個治理台灣的 一個基本的原則 好 那就算是市場機制可能 就算想要做好了 短時間恐怕也很大的困難 那如果真的有困難 可是我們又覺得外勞 這個引進台灣的過程當中 仲介的問題那麼大 那麼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我們我剛剛前面提到國對國嘛 那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其實在於就是說 在就業服務法上面他其實並沒有明定說 你一定要找的仲介 但是他把整個引進的流程搞得非常複雜 所有的手續非常的龐雜 你如果就是你一般的 我覺得一般的民眾 他絕對不可能靠自己去把它辦出來 所以第一我們認為你 你首先好 你要先簡化這些所有的手續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不要直接說我廢除私人終界 那你可不可以有另外一個平台 讓所有要拼用外籍工人的雇主有所選擇 我今天不是說要打死所有的私人終界制度 而是國家用它公布我們的力量 開出一個平台 讓我今天可以去選擇 我覺得我有能力 我可以透過國家的媒合系統 我去找到我要的工人 那如果我不行 我一樣選擇私人終界 但是現在是連他這個平台他都不願意開 那每次他不斷在 我們在跟他談他都會講說 因為收到很大的壓力 然後就是說你看執拼的時候 他們來包圍我們 我覺得政府官員他都會想要挑簡單的事情做 他不會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包含我剛剛提到這個610 我們真的是非常保守的估計 這610 他根本不敢去動這樣的龐大的利益 而且這個610所有的中間公司 背後有多少政治人物在後面 所以他根本就不敢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背後 其實是有非常龐大的這種所謂的政治的力量在那邊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你就設立另外一個平台 可是政府仍然是不聞不問 那談到就位服務法 這個部分 其實就位服務法第52條就通過好 那你三年回去一次 要回去一次的 那這個取交之後 問題外籍勞工 移工他們的這種所謂的勞動權益 就會變得比較好嗎 就像我們常在討論一個問題就是 自由轉換雇主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不能回去 可是還是被綁在某個你不喜歡的雇主的 這樣的一個 這種所謂的工作的環境當中 那這個問題也還是一樣沒有解決不是嗎 對 就是在我們 像我們開始推52條的時候 仲介大概又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只要這條通過之後 所有的外勞就可以隨便在台灣找雇主 或者說他們會全部變成淘寶外勞 但是像我們現在回來看這條法令 它真正會有效用開始發生 是在這個外勞來台灣三年之後 它契約期滿 它才會受惠於這條法條 在他在雇主願意去續約 或他找到新雇主的情況之下 可是像光老師剛剛說的 他得要先撐過三年 第一個在三年裡面 我覺得台灣 我們去撐台灣的移工制度 我們移工團體都交到農工制度 有幾條 一條就是所謂的53條的不得自由轉換雇主 我必須撐過這三年 我不管這個勞動條件怎麼樣 我跟我的雇主 可能一些相處 或一些勞資建議的問題 我等要撐過了 我才會 因為52條修改 我才有可能去找一個新的工作 或跟我的雇主續約 那我覺得負責自由轉換雇主 非常荒謬就是在於 再回到所謂自由市場的遊戲好了 因為現在雇主他可以因為一些勞基法 例如說勞工不適任工作 或是說我因為一些原因 我來給勞工寄三張警告函 我可以依法跟他解約 那這個解約就會變成 外勞只要失去工作權 他就沒有去遊權 他就得被遣返 可是如果在談自由市場的邏輯的話 為什麼雇主有權利把外勞解約 但是外勞卻沒有權利跟雇主解約 嗯哼 所以我覺得每次要談自由市場邏輯 我覺得仲介 或是說我們的官方都談一半 我真的覺得說先不論這個 所謂自由市場邏輯到底好或不好 但是現在的整個勞工 就是所謂勞工制度的邏輯是 雇主跟仲介他有極大的自由 但是外勞沒有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談整個法令的 怎麼樣修改 真正讓工人更有保障 我覺得53條不得自由轉換 是應該要被修改的 那後續我們也會強力的主打 這個法案的修改 嗯哼 那包含就是說 還有家務移工沒有任何勞動條件的保障 那我常 我們其實常常就會在戲稱就是說 我們前面包含外勞的年限 從2年3年6年9年到12年 到現在有一條叫做 家務移工超過12年之後 雇主可以去申請說他是一個好工人 嗯 所以他可以變成14年 那我們自己這些從事外勞工作者 都會去講說 這些工人就得要花12年 去證明自己是個好工人 他才有辦法變成12年 或是進一步的 勞動部前面在考慮說 要不要讓他們申請規劃成為台灣人 那我覺得這跟現實都有很大的落差就是 其實不是所有外勞都想留在台灣的 所以我們台灣自己覺得人家很想留下來 所以我們會設定非常多的條件 要讓人家證明自己 他們是一個非常好的工人 什麼道德無損啊 然後什麼是守守工人 然後什麼技術很好 所以我們把他留下來 但是我常常都會覺得就是我們台灣就是真的想太多了 因為並不是所有工人都想留下來 那為什麼我們不是在一開始 自由轉換雇主 讓這些在家庭內的工人要勞基法的保障 或是說所謂相關的勞動條件保障 把這個我們所謂講的奴工制度 讓他 他可以不要這麼的奴工 我覺得才有辦法真正把好工人留下來 那更關鍵的是 我們時常會被批評一個問題是 你都在管外勞的權益 那本勞的權益在哪裡 或是說今天仲介在立法院外面就罵我們 說我們出賣台灣人 然後就說你們是台灣人嗎 為什麼都在保障外國人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覺得在談勞工權益的時候 其實他真正的重點是 我們怎麼把不同身份的工人的勞動條件 全部拉到一個水平 我覺得是說我們現在有本勞跟外勞 在本勞的環境裡面有派險公約聘雇 當有派險公約聘雇的時候 證實工人的勞動權益會變好嗎 根本不可能 如果外勞一直在這麼奴工的制度底下 本國勞工不管你是什麼工好了 你的勞動權益也不會變好 所以我覺得待會我就推這一些 不管是自由總管雇主 或是說讓家務工的勞動條件保障 其實他真正更遠大的目標是希望 讓這些工人的勞動條件 可以拉到一個水平 簡單講把雇主 兵用外勞的成本拉高 才有辦法保障台灣本國人的勞動條件 不過我想對有些雇主而言 就是說你隨便自由轉換雇主 我們可以看到 引進外勞一大部分的比例是 所有的家庭看勞工 那這些人他們可能本來就是一個 在身體上面 或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方便的人 那你自由轉換雇主 那我還要再去少工 那在台灣的申請程序實在是非常非常的繁复 你必須要去做很多的這個身體的健康檢查等等 那這對雇主來講 他當然會不會產生一種擔心事 那我怎麼辦呢 你自由轉換雇主 你不想幹你就不走 你就走了 那我的健康 那我的身體我的生命誰來照顧呢 嗯 其實有一些我們遇到非常多家庭看勞工的雇主 其他的問題是在於就是說 可能這個外勞他也覺得 跟他並不相處的是有問題的 但是像管老師說 如果他今天決定讓這個外勞離開 除非他立刻把他遣返 不然他可能就會面對到他的 呃所謂就是所謂配額的問題 我這個配額會因為這個外勞沒有被遣返 他留在台灣 那會卡到雇主 聘用新的工人的問題 嗯 所以前面其實我們一直不斷在跟 勞動部在談一個問題是說 今天如果說是 尤其是家務工作 他有他的一定特殊性 因為他非常貼身 我們其實一直不斷在訴求說 你不應該去卡雇主的配額 也就是說 所謂自由轉換我們的概念是 在 現在的狀況是 如果我讓工人轉走 我不一定要把他遣返 我讓他轉走 我可以在台灣接 新的在台灣等待轉換的工人 但因為現在是不允許的 所以他就會變成會有一 就是你剛剛提到就是 現在說的空窗期 我讓這個外勞轉換 但是他還沒找到 他還沒找到新工作 那我是不是就要等兩個月或三個月 我才有辦法請新的人 我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所以移共團體其實在非常多年 就不斷在討論 這不跟不斷在跟勞動部 好衛生署在說 第一個 你不應該卡他的配額 第二 所有平民用外籍看護工的雇主的家庭 你不應該取消他的社會福利身份 因為現在是被取消的 嗯哼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今天如果我是一個重產 我是一個弱勢的 我需要被照顧的病人 那我其實是被迫在這個制度底下 我跟我的外勞綁在一起 嗯 就我很可憐 我覺得他不失人 然後外勞照顧也很辛苦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一個 在家庭內的弱弱相殘的問題 那我們覺得要把這個弱弱相殘的問題打開 除了是讓工人自由轉換雇主 不卡雇主的配額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社福身份的問題 我覺得那是整個長照設計的問題 那這個在今年1月4號就在選總統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跟蔡英文提過 那蔡英文跟另外一個現場 他們也承諾說他們會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讓有聘用外籍工人看護工的部主 他必須要有社福身份 那這條線我們現在還在推 嗯 那這大概是一個很清楚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大概沒有辦法理解 哦原來你要自己要去 就一個工人要離開 然後或者是你們 你也沒有辦法隨意的 這種讓他離開 是因為剛剛有談到 這個背後還有一種身份認定的問題 或者是配額的問題 那這其實反而是把自己 呃民眾的需求呢 其實也被某種程度的綁架了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請教秀蓮 就是說其實在前幾天 你們也曾經在新北市 有一個原本要去說 他的雇主對他有這樣的一種 所謂的不當的對待 結果反而被雇主反咬一回事 而這跟就業服務法之間 又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呃就是在就業服務法 今天修改是五十五十六條 其實規定就是說 以前的規定是說外勞跟雇主 如果連續三日沒有辦法聯繫 雇主必須去通報 這個外勞所謂刑犯不明 那簡單來講就是逃跑啦 就是我們俗在一般台灣 就說是逃跑外勞 但是後來這個楊玉欣 讓立委的時候 他就修改了這條法案 那這個其實就是說 當時我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因為楊玉欣作為某種 他本身是殘障人士 然後他要請外勞 所以他當時因為 他就去提了一個修法是 把三天改成立即 這個立即就會非常廣嘛 所以就變成說那天的案子是 這個工人他是個職災的工人 其他從頭到尾都住在宿舍裡面 可是在他對於雇主提告了 因為職災 然後所謂的刑事傷害賠償之後 就業務過失傷害賠償之後 開庭的隔天 雇主就把他逃跑 然後這個工人都還留在工廠裡面 等到他第二次要開庭的前一天晚上 雇主打去派出所說 這個逃跑我要回來 你趕快抓他 所以我覺得那個五十六條 所謂逃逸 他變成進入到一種一千一萬有三天 所以今天不管這個工人是跟雇主有糾紛 或是他因為有糾紛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跑出來外面找一些其他單位協助 他其實會有一個所謂三日的緩衝期 但是現在改成立即就是 我今天只要要整理就可以整理 你今天去save我明明看到你 我就說你逃跑 而這個真正 我覺得他其實 我們自己面對到了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說 雇主去通報外來要逃跑 他沒有任何審核機制 不管是三天也好或是立即也好 我只要一張紙 你去網路上去勞動部下載 你就可以下載到一張 所謂通報情況不明 我把它填一填 我就繼續 我就給勞工局給移民署 那這個外勞就逃跑 而移民署勞工局跟當地的警察局 不需要做任何的查證 那外勞得要回過頭來去證明說他沒有逃跑 雇主不用花任何的利息 就是沒有逃跑 對 他得要自己證明他沒有逃跑 而這個逃跑要撤銷 基本上第一個步驟是 提出通報人他願意撤銷 那如果提出通報人不願意撤銷 這個被通報逃跑的外勞 他就要進另外一個行政程序 去申訴勞工局 申訴移民署 然後去做什麼行政 行政相關的副意 提異議說我沒有逃跑 而這個過程我們之前遇過 大概需要兩到三個月 才可能會有結果 所以在這兩到三個月 第一個是要工作權的問題 他因為逃跑外勞 他可能得被抓到移民署 去關在收容所裡面 他所有的不管是人權或勞動權益 完全沒有辦法獲得任何的保障 所以雇主 我覺得這一條期到後來 是變成雇主來惡整工人最好的法條 對 所以你只要來申訴 你只要去申訴 不管你是什麼勞制真意 你不聽我的話 我就幫你逃跑 因為對雇主來說 不需進入任何查核 而且他沒有任何的法則 嗯 那我們這些工部門 我覺得最荒謬的就是說 勞動部 移民署他們沒有做任何的連線 所以我們之前曾經遇過的是 工人已經到安置中心來安置 這個安置已經在勞動部 跟在勞工局 全部都註記在案了 移民署還報這個工人是逃跑外勞 我們帶到了移民署 去換居留證的時候 移民署說他要馬上把他抓走 就這麼的荒謬 然後他也沒有一個說 立即通報淘寶 就可以立即啟動查 氣成淘寶外勞 完全沒有 他最後就是變成雇主 整外勞的手段 因為他沒有成本嘛 放我整幾個月啊 你沒工作 你沒薪水 看你要敢不敢來申訴 我覺得最後的效果就是這樣 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的討論 這麼多的問題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的問題 其實根本就來自這個法規的本身 那甚至其實你 有很多雇主要好好的對待外勞 跟荒謬的是這個法規好像也沒有辦法 讓他好好的對待 變成是另外一種 去控制這些外籍勞工移工的這種工具 那背後當然存在一種假設 就是這些人是有問題的 這些人是要被管理的 這些人其實是一個 可能會對這個社會造成很多問題 甚至恐慌的這種心態 我想這個就會伏法第52條的通過 大概就是第一步 後面還有很多必須要地方 今天非常謝謝秀蓮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我們有機會 來繼續跟你請教一些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謝謝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